财经界领袖埃里克·豪威尔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, 他每个周末晚上都会将自己关进书房, 不许任何人打扰。 做什么呢? 只有一件回顾自己一周的工作。 他反复问自己, 我这周做出了什么? 有什么是正确的? 还能如何改进工作? 通过这种方式, 他一步步追问自己, 改进自己, 最终从一个不起眼的乡下小店员, 成长为了美国财经界领袖。 媒体人张力俊说, 工作中会反省和不会反省的人, 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。 抱怨者自困, 自行者自强。 凡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 你的工作就顺了。 有一位博主讲过一个故事, 他曾招过一个女大学生, 性格活泼外向, 非常讨喜。 但不到两个月, 就将其辞退了。 原来, 女孩工作很简单, 每天负责给客户送一下公司文件。 每次送文件, 客户都要在约定地方等他半天, 有时甚至会送错。 以此, 客户等了他一个小时, 都不见人影, 大发雷霆打电话取消合作。 李建秋知道后, 痛骂了女孩一顿, 并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自己。 女孩非但不认为自己有错, 反而觉得是路况太复杂, 自己刚来, 找不到也正常。 后来, 公司遇上年终大促, 整个部门都在火急火燎的赶业剂, 本想让女孩帮忙干点零碎活, 可无论是PS, 还是剪辑, 他都不会。 李建秋忍不住说了他几句, 不料女孩又控诉道, 这些事也派我干呀, 我也不懂。 在女孩心里, 他自始至终都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, 也从不反思自己, 遇事不问不学不想办法, 反而怪领导把自己不会的任务交给自己, 这样的人, 结局可想而知。 要知道, 工作本就是一场升级打怪, 遇错就逃避, 犯错就推卸, 便永远不可能晋级。 一个不懂反省, 不会反思的人, 迟早会被淘汰。 在新媒体这个圈子里,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, 每个新媒体编辑, 不是在找选题, 就是在找选题的路上。 有一位前辈老肖, 刚进公司时也是如此。 那段时间, 他几乎每天都忙于找选题, 连吃饭, 通勤途中都不放过, 熬到凌晨一两点更是常有的事。 当他信心满满地将选题报给领导时, 领导直接毕掉了, 还批评他做选题不思考不用心。 老肖看到信息, 当场就炸了, 他既憋屈又分门。 立即跳起来回复, 诉说自己多累多辛苦, 工作多难, 要求多高。 可等他写完后, 却猛然间冷静了下来。 他反问自己, 结果已经摆在哪儿了? 如果我是领导, 对编辑的工作不满意, 我想看到的是他的辩解和埋怨吗? 这么想着, 他将之前敲下的字一一删去, 最后指挥了一句, 好的领导, 我会反思这个问题, 然后尽快整改。 他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问题, 发现自己对选题的把控确实不够。 于是每报一次选题, 他都会将领导的批语摘下来, 细细揣摩。 又去研究平台调性, 受众群体, 思考什么样的选题算优质, 标题怎么取, 框架怎么搭。 就这样, 老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找选题, 完善选题的方式, 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能力, 还逐渐在公司得到领导的重用。 很认同这句话, 工作到最后是以结果为导向的。 没有谁的工作容易, 职场中多的是困难叠着困难, 麻烦裹着麻烦。 一味抱怨任务太重, 项目太多, 只会让工作难上加难。 学会向内归因, 反求诸己, 才有机会扭转局面, 让工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曾有一个保险推销员, 他每天拼命工作, 可业绩却低得可怜。 最穷的时候, 他被房东赶出来, 只能偷偷睡在公园的厂椅上。 以此, 他去一家寺庙推销, 不仅一无所获, 还被高僧批了一顿, 听完你的介绍, 我没有丝毫投保的兴趣。 回去后, 他将高僧的话连续琢磨了好些天, 终于想通了一件事, 工作之所以做的不行, 一定是自己身上存在着许多问题。 于是, 他开始每月请同事和客户吃饭, 请他们指出自己的不足, 你个性太急躁了, 沉不住气。 你脾气不好, 常常自以为是, 要多听听别人的建议。 待人出事, 你有点过于自私了, 他边听边把这些话记录下来, 以便随时拿出来检讨, 督促自己不要再犯。 不料正是这一小小举动, 使得他的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以前费尽口舌也拉不来一个客户, 现在却是顾客排着队来找他。 他的业绩很快就得到了提升, 最后竟做到了全国第一。 他就是世界著名保险推销大师袁一平。 有句话说得好, 没有深刻的反省, 便没有惊人的超越。 每份工作都有难处, 但那些能够从中崛起脱颖而出的人, 大多有个共性善于内心。 不断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 不断对工作抽丝剥茧。 当你持续改进自身, 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时, 工作上的难点便会化作你自我精进的养分。 滴滴创始人成为创业的时候, 曾信心满满地拿着自己的策划, 给朋友王兴看。 只见王兴瞧了一眼后, 眼皮都没抬, 便冷冷冒出两个字, 垃圾。 成为失落地离开了。 之后, 王兴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, 便准备打电话向成为道歉。 谁知电话刚拨通, 他还没开口, 成为就说, 我想了一步, 终于琢磨明白这份策划哪里垃圾了。 我觉得, 不是这个创意垃圾, 而是我做得太垃圾了,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完善。 王兴很诧异, 你没生气。 成为说, 没有啊, 我就是一直在琢磨, 到底哪垃圾。 琢磨了一路, 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。 至此, 王兴认定他此后必大有可为。 结果不出所料, 成为带着滴滴一路过关斩将, 最后在2021年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。 有人说, 工作中, 一个善于反攻自省的人, 很难不取得成功。 工作的本质是解决问题。 问题来于自查, 方法源于自省。 时刻保持自查, 自省的姿态, 你便能在工作中一路向上, 节节攀升。 《终身成长》一书中写道, 痛苦加反思, 就是进步。 职场中, 谁都会遇到麻烦。 有人向外抱怨, 怨天尤人, 越速越苦。 有人收起情绪, 反攻自省, 寻求精进。 久而久之, 实力越强, 能力越精, 工作自然就顺了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